就是昨天呢 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大家當然就是去找兒福聯盟 兒福聯盟就開了記者會 兒福聯盟的董事長叫做林志佳 如果大家還記得他的話 很多年前他在選立委的時候 一直都說自己是個小太陽 我看現在太陽大概也下山了 升不起來了 還有就是他們的執行長 新的執行長 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 那他們兩個人竟然可以 面對媒體的時候 居然還笑耶 還笑得出來 這種事情你笑得出來嗎 我氣都快氣死了 這邊都要噴火了 他們兩個還在笑 然後還說社工你要勇敢來面對 是歡迎來面對面好不好 這個林志佳還是這個什麼執行長 你要不要來跟我節目面對面一下 勇敢來面對一下 你們兩個笑成這樣是怎樣 難道是什麼事情都怎麼樣 推給底下的志工嗎 社工嗎 你看網友就說一個大聯盟 大聯盟 你知道他有多少錢嗎 他們家他們這個兒福聯盟 目前他的財產有45個億你知道以上 好 這麼大一個聯盟對待社工如此的輕視 完全沒有擔當 你們為什麼沒有說我們共同承擔 我們負起責任 我們 有我們這個我們 執行長要不要是不是請辭 現在都流行裝死嘛 都不請辭嘛 做錯事情都不用下台 這個就是上梁不振下梁歪啦 通通都是壞榜樣啦 然後這個音樂人許常德 他也常常對於這些時事發表意見 他就說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這個林志佳 每個月長期下來到底是怎麼樣自肥的 兒盟不是錯了 是被你們一群貪戀權位的人弄死了 兒福聯盟確實當時成立的時候是利益良好 為了要幫助弱勢的孩童 但是就是會有這種肥貓出現 然後重點是還想要把責任 就推給一個小社工嗎 這樣的事情真的是沒有公平正義 這個我就要來問一下就是這個建豪 像這樣的一個福利單位社福單位 通常我們社福單位那個錢都不夠用 募款募不到 他們竟然有45個億耶 這麼多錢 然後到底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的財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發生事情了 怎麼可以高層還笑得出來 然後就說叫社工要勇敢面對 你覺得這項話嗎 身為這個兒福聯盟的董事長 這樣講話合理嗎 我想第一個說 當然我知道很多社會團體 他們的確長期來財務是非常會難 當然是這一次大家來發現 原來兒福聯盟 他的這個財務這麼健全 而且不只健全 不只有這個財產多 他可以花3.7億去買新的這個辦公室 那我想大家就希望說 大家其實聽到兒福聯盟 大家多數的社會善心人士 他捐錢給兒福聯盟 是希望把錢用在照顧兒童上面 那把錢用在照顧兒童上面還有什麼做 除了直接捐給這個小朋友幫小朋友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一塊 就是所謂社工的部分 你剛剛看到林志佳講說 社工要這個自己勇敢的面對 就會讓我想到一個人叫賴清的 賴清的當年就說這個過勞是當作做功德等等 都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說你今天做一個主管機關 你做一個上位 做一個主管做一個上位者 你對於你這個單位裡面 你真正的置業是什麼 做兒福聯盟理論上 我們都我們本來的認知說 兒福聯盟應該是真的是一個相對有 比較崇高的影響性 那真的去幫助到社會上一些弱勢 那幫助我們政府可能照顧不到的 那用基金會的方式 他可能做法上比較彈性 能夠把這所謂社會破 這個不足的安全網把它堵起來 那在這一次的事件中看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 為什麼他財產這麼多 那他執行力有多少 因為我們那天有看到一個比較標準 其實多數的 包括說像其他的慈善基金會 大部分的這個執行比例 他每年執行比大概七八成八九成 而唯獨我們兒福聯盟 他支出比例好像相對比較少 像五成多六成的這個數字 所以就會想問他 想問他說 那我們捐了這麼多錢 民眾這麼多善款捐給你們 你們有沒有妥善的去運用 那另外就他的主管機關 比如說衛福部 你做一個主管機關 你怎麼去督擋你旗下這些 慈善的這個機構 這些基金會 當初有定相關的法令 就基金會並不是說他愛怎麼花錢 就怎麼花錢 他其實是有主管機關 那這兒福聯盟的主管機關 就是衛福部 那衛福部就應該去了解說 為什麼這個機構 這個機構有募這麼多的經費 當然我們不能說他經費亂花 但是說你這募來募來的經費之後 花到哪裡去 怎麼運用的 那這個比例這麼低 場景下來偏低的狀況 為什麼衛福部完全都沒有反應 那再來講到這個福利本身 再支出的本身 就剛剛提到 我上一段有講到 其實我覺得社工 的確是相對比較有理想性的工作 那其實也真的蠻辛苦的 那你有這麼多的錢 第一個你可以多拚一些社工 讓每一位社工 他去關懷這些小朋友的時候 他的人口比例不用這麼高 他不用一次面對這麼多個案 照著他可能他的工作上的負擔 那再來就是說 對於個人 每一個社工 你既然有這麼多的資金 大家捐了這麼多錢 我想你給每位社工加薪 我想大家捐錢的人 也不會有太大的意見 所以這些環節都沒有注意到 然後後事後 又來把責任推給社工 還這樣笑細細的開這幾個會 我想真的是 思維當中真的沒辦法接受 那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人 想要去把這個捐款退回來 對啊 現在就是想捐過兒福聯盟的人 現在都後悔啊 說早知道我就去捐給那個 譬如說是那個老人的有沒有像那個 都籌不到錢的 還要發票 還要我們幫忙投發票的那一種 結果他們有45個億 但是既然做出這種事情來 叫社工自己去面對 所以這個兒福聯盟接下來真的是 你說衛福部為什麼沒有發現 親愛的健豪 衛福部什麼那個什麼 你們光那個什麼蘇彈宏 他也沒發現啊 那個有沒有 什麼都沒發現嘛 他們都什麼都躺平啊 都沒有發現啊 所以很合理 衛福部沒有發現很合理 所以現在你是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該去追究衛福部的責任 該真的是很糟糕 這個主管機關不知道在管什麼了 我們就繼續來看看 這個真的必須要講說 為什麼衛福部要負起責任 因為衛福部裡面有一個單位叫做 社會級家庭安全署 社加署 簡稱社加署 那當時呢 在這個組織改造的時候 把它升為這個衛福部的時候呢 就是希望讓這個組織能夠合併 就是在衛福部裡面一方面有醫療的體系 還有福利 而這個就是所謂的這種社福的體系 可以直接有對接的對口 所以才會有這樣一個所謂的社加署的成立 但社加署顯然沒有達到他們的功能嘛 你既然沒有好好的監督這種 有45個億的福利機構 然後還讓他們這個去幫忙去轉介這些弱勢 真的是弱勢的兒童 而且這麼弱勢 照理說你應該把它列入國家的安全網裡面 但是薛瑞也已經承認了嘛 我們行政書師啊 我們沒有把它放進我們的那個醫生的那個 就是弱勢的照護網裡面 就只是一個行政書師 一句話就這樣子嗎 你的一個行政書師 一個一歲的小生命就沒有了 他的真的是叫他的家人情何以堪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衛福部到底在幹什麼呢 那更可惡 衛福部 這個沒有監督很可惡 更可惡的就是這個保母 你如果真的沒有喜歡小孩子 我真的真的 我覺得那種當保母 然後去虐待小孩 真的是可惡至極 討厭至極 我就直接真的是 真的要嗆你 你知道 你討厭小孩 你不喜歡小孩 你可以不要去當保母 請你可以去7-11打工 好不好 你可以去全聯打工 好不好 不要帶小孩啊 你為了那個3萬塊 會有這樣的補助 但是 結果你竟然這樣虐待一個 這麼可愛的小孩子 對我來講 孩子都是可愛的 我自己的小孩 捧在手心長大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你怎麼可以對小孩子 這樣下這些毒手啊 所以真的你不喜歡小孩 拜託你就不要養小孩 不要虐待小孩 虐待小孩真的是 重刑啊 然後呢 重點是他現在被怎麼樣 現在被收押了嘛 收押之後大家發現說 他改過姓還改過名 怎樣呢 人這個行不 做不改姓 行不改名嘛 對不對 那改姓改名 肯定就是有問題了 那兒福聯盟 竟然都沒有發現 都沒有發現 還說他是合格的保母 那就是要負起 而不要負起全責啊 這個是男童的家屬 家屬的朋友幫他們說的 說這個希望能夠害死 這個凱開的兇手 要判處極刑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支持 如果虐童致死 那就是唯一死刑 好不好 拜託可不可以這樣修法 等一下我來問一下劍好了 那這個同期托育的男嬰也有 也有受害喔 因為我家長說自己的孩子 他也交給流性保母照顧 結果孩子的屁股出現大面積的 這個潰爛跟紅腫 那我跟你講 為什麼小孩會發生這種事呢 就是一整天 如果你都不幫他換尿布 他裡面他的噼噼噗噗 都在裡面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就是沒有好好照顧 但是他問保母 保母竟然跟他說 是因為孩子邊睡覺 邊上大號 如果只有一次的話 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如果你整天不幫他換噼噼的話 就會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確實也沒有盡心在照顧嘛 對不對 然後兒全會的這個理事長 王維鈞他就說了 呼籲中央成立一個兒哨辦公室 聆聽實務工作者的心聲 最終嚴禮的方案 就是不要疊床嫁屋 增加社工的負擔 唉我跟你講 蔡政府成立的任何辦公室 最後都只是浪費錢而已 就不用成立辦公室了 真的就是好好的做事情 各部會 該做什麼 就做什麼 像衛福部說 要求兒福聯盟 暫停出養兒童 今日起生肖 沒有終結的期限 所以要好好調查 那衛福部次長李立芬他說 這是個案呢 是新北市服務的脆弱家庭 據了解新北還在收案當中 個案不是沒有被接住 而是轉換的過程當中 彼此合作不夠緊密 衛福部會繼續針對這個 社會安全網的夥伴 進行加強跟宣導 就是衛福部的說法 現在就感覺說是個案是新北 然後這個保姆在北市 所以呢 好 都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你衛福部就都沒有責任就對了 然後這個什麼 將會針對社會安全網的夥伴 加強宣導 來 我就要問一下這個 我們的健豪委員 首先第一個問題 我剛剛講的 如果虐待兒童致死 而且是故意的 是不是可以唯一死刑 拜託修法一下 齊敗 拜託 我覺得要推動修法 我們當然覺得說 虐待兒童本來就應該死刑 其實這東西就是 你就是心裡變態 而且你真的就是 怎麼過這樣的事情 而且這個事情 大家 現在大大雙利家裡都很煩 所以很多家長是真的 不得不把小孩送去保母那邊 給他就幫忙帶一下 那結果你用這樣的方式 去回給人家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種虐童的行為 真的就該死刑 真的就人神功 因為正常人不應該做這種事情 那就不正常的人 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你就沒有 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 那再來就提到說 其實我覺得衛福部這個問題 我就整個 其實整個衛福部感覺 真的是完全的系統性的失靈 你知道嗎 從這個書 這叫死案的問題 這個虐童的事情 其實基本上也跟衛福有關係 那包含說你剛剛提到 那醫生的那個部分 那個還是他們自己訂出來的法律 他們自己訂出來的規範 他們當初訂這個醫生要去照顧等等 這個東西是要去所謂的 把這個3歲以下的這個兒童 大家都 包含說看護也好 那包含說這個照顧也好 能夠把照顧跟醫療做個集合 這個當初也是個美意 但是我知道今天這個數據 包含薛倫自己出來承認 這個數據到目前全台灣 大概九題半的兒童 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就是 有被照顧到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說是因為 這個很多高風險家庭都沒有 都沒有來登記 我想說 最危險的不就是高風險家庭嗎 那像很多 家庭功能健全 那當然不在學校政府的介入 但反而是 家庭功能健全的這個家庭 他有去登記 那所以他的小孩收到很好的照顧 那這個高風險家庭反而沒有人管 那我們政府的責任 不就是要去補足高風險家庭的這一塊 我們編列這麼多預算 去照顧小孩子 就是要去照顧這個 家庭功能不健全的這個家庭 結果衛福部去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衛福部在這個事情上 有很嚴重的失職 衛福部真的是有一個系統性的很大很大問題 像他剛剛這個這個市長講的這個話 我也覺得非常負責任 什麼叫做這個轉接過程中 沒有接好 沒有接好 結果就死了一個人 而且我剛剛提到 這不會只有個案而已 我看我們調閱數據 每年受虐兒童有5萬多人 每年1萬多人 那到底我們的衛福部 到底我們整個社會安全網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真的我們國家編列了這麼多預算 希望把這一塊破網補起來 但是衛福部的這些官員 卻沒有人真正的用這個 這個心情 用自己把他當成自己小孩的心情去看待這些人 我真的覺得讓他很生氣很難過 所以我希望說 後續的這個監督過程裡面 包含在編列預算上面 我們一定也會去要求 過去這幾年民黨政府 完全都沒有在做這個事情 但未來我們這個任期 我們就好好監督他們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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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樂